金花长案,台北地院前天裁定,前台北市长柯文哲,吴宝请回。 台北地检署认为,柯文哲在该案扮演了主导角色, 昨天补强证据提出抗告,请高院撤销原裁定。 而结果如何,最快高院今天会做出裁定。 此外,北检也持续侦办柯文哲政治献金案。 昨天以被告的身份,约谈柯文哲竞选总部财务长李文宗道案。 检察官深夜预令李文宗以200万元交保, 并且限制出境、出海以及要进行电子监控。 柯文哲政治献金案的关键人物李文宗, 昨天检方以被告身份约谈他到案, 深夜预令李文宗200万交保, 并限制出境、出海及电子监控。 除了柯文哲政治献金案,金华城荣基案也在持续厘清案情, 曾审查过金华城案的前北市都委会委员曾光宗, 发文提及自己当初在会议上都提出反对意见, 检方昨天传唤他出庭作证,讯后请回。 案件庞大,涉及多人,检方三后到看守所就讯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以及沈庆金等人,厘清案情, 辩护律师团三号下午递状, 向台北高等法院提出抗告。 另外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沛被一贪污图利罪嫌约谈道案, 移送北检附讯,邵秀沛三后讯后请回, 并限制出境、出海及住居, 柯文哲也帮邵秀沛缓夹, 强调一份公文那么多人签字, 不可以把责任全部丢给一个人, 批评民进党成为新党国体制。 针对柯文哲,吴邦请回部分, 昨天傍晚北检已向高院提出抗购, 高院最快在今天裁定, 到时如果北院发回耕材, 积压停上恐怕在先攻防, 记者黄紫杰,张敏如, 陈宏义,朱凤之吴奇昌,综合报道。